高雄三明區日前是發生一起兆逃車禍 一輛機車行經大順絕名路口時 同向一輛的白色轎車卻無預警右轉 即使當下刷車不急 撞擊轎車後連人帶車是摔飛了出去 還在地上一連滾了好幾圈 但事故發生後 轎車駕駛不但沒停下 反而逃逸無踪 時機路口一輛白色自小客車 準備右轉一旁請停車汽車 無料就在右轉的時候 直接撞上旁邊的汽車騎士 撞擊力道強大 騎士還在馬路上翻滾了兩圈 沒想到駕駛卻沒有停車關心 還加速逃逸 白色轎車撞飛女騎士 車禍過拳 卻被對象熱心駕駛路了下來 而且還掛掉電話 趕緊下車幫忙 我們接貨包含轄區 大順路與絕民路發生車禍 那同仁迅速到達現場之後 馬上協助將車禍的受傷者 協助就醫 那我們立即也展開調查 交通事故發生在凌晨6點多 大順與絕民路口 昭章的女騎士緊急被送醫救治 左腳腳趾骨折 臉部多處插錯傷 警方以車追人 迅速通知趙逃駕駛 道案說明 趙逝的車主 他初步是在 是說他因為吃了感冒藥 恍神沒有注意到 那至於趙逃的部分 他全責他都有承認 經過警方初步了解 趙逝者當天有服用感冒藥 導致精神不濟 出現恍神現象 所以才會沒有停車 訓後將一公共危險罪 移送法辦 記者李嘉朗博 少君 高雄報道